在这个世界中 心灵是自由的翅膀 让我们能够翱翔于无垠的天空 就像一只自由的鸟儿 在湛蓝的天空中自由飞翔 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是一种视觉的奇迹 让我们相信 只要放下束缚 我们就能够找到真实的幸福 当我们解放自己 放下过去的包袱和未来的担忧 就像脱下沉重的锁链 我们的心灵就能够获得自由 这种自由就像一片飘落的沉路 轻轻地触摸着我们的脸庞 带来一丝清新和舒适 这是一种触觉的奇迹 让我们感受到心灵的轻盈和自在 让我们想象一个花园 花朵盛开着各种缤纷的色彩 散发出迷人的香气 这花园就是我们的灵魂 而解放自己就是将目光转向着美丽的花园 感受每一朵花的颜色和香味 这是一种视觉和触觉的奇迹 让我们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充满生命力的活力 当我们解放自己 我们的心灵就像一条清澈的溪流 自由地流淌住 溪水蜿蜒于山谷之间 轻轻地触摸着每一块岩石 带走一切阻碍 这是一种触觉的奇迹 让我们感受到心灵的纯净和自由 在这个自由的旅程中 我们追寻真实的幸福 就像寻找遗失的宝藏 这个幸福就像一颗闪耀的宝石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当我们靠近它 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温暖和光辉 它让我们心中充满喜悦和满足 这是一种视觉和触觉的奇迹 让我们相信 真正的幸福存在于我们内心的深处 最后 我们要提醒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喜欢这段浪漫诗意的旅程 请记得按下赞好 并订阅九火文明频道 以便我们能继续带给你更多美好的内容 让我们一起追求心灵的自由 解放自己 追求真实的幸福 感谢你们的支持与爱 期待在下一次的相聚中 再度共度美好时光 期待在下一次的数据 可是为练子偶尽 2021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